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事件 添加一个鼠标输入的事件 这个事件Tick的同样的 我们把它给注视起来 叫做Tick事件 来一个什么样的鼠标输入的事件呢 我想通过这一个鼠标的滚筒 滚筒中间的这个滚轮 来进行摄像机 我们这个摄像机的弹簧臂的前后动 看一下怎么来实现这个东西呢 首先 鼠标的滚筒叫做Wheel 然后这里有一个鼠标的事件 鼠标滚轮轴 好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滚轮轴的事件 滚轮轴的事件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弹簧币 我想控制哪一个值啊 我想控制这个目标币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弹簧币给拖出来 然后呢获取到它的这一个什么 它的这一个目标币长度 我们找到目标币长度 在这个地方 设置Torget Omnets 这个就是它的目标币长度啊 没有翻译 但是这个地方又翻译了 怎么来设置呢 就是通过这个值这个assess就是我是往前滚还是往后滚 我可以把现在的这个目标币长度 获取现在的这个目标币长度 现在的长度 来加上 我们把加放在下面 这个放在上面 加放在前后是一样的啊 来加上什么值呢 来加上这个值 来加上这个值 就可以将这个值 如果它是个负数啊 就是减掉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个正数 就是加上 所以呢目标币长度 来加这个值 就可以来进行目标币的长度的伸缩 好 但是因为这个值很小啊 这个值很小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这个值是不是很小 我们来打印出来这样这个值 编译保存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当我向前滚的时候 把前面那一个暂时先去掉啊 这个我们暂时先去掉 不要了 只是先记录了这个life second 我们点运行可以看到 当我往前面可以看到 它是个很小的值 对不对 如果往后面滚 -2-3 所以呢 它每次滚动啊 我每次滚动的时候 动来动得很小 所以啊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将它的值变大 将这个s值变大 我们变大 我们很简单 乘以一个数 对不对 我们乘以一个10好了 它就扩大了10倍 然后再脸上 再加上现在的这个长度 我们呢 就可以很快速的来 更改这个目标币的长度了 好 点运行 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在往前滚 但是它在往后走 如果往后滚呢 它在往前面走 所以呢 这个也不是我需要得到的 是吧 这个反了 反了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乘以一个 负数 对不对 我们乘以一个-10就好了 它就反过来了 那我们再点运行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做到 往后滚 不断的往后滚 往后滚 然后往前滚 往前滚 不断的往前滚 好 我们呢 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 这个滚龙控制这个目标币长度 来进行这个视野的缩放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 我并不是想无限制的这样子滚下去 应该怎么样来做限制呢